Hello 大家好 今次會介紹的是歐洲型的公司 這方面薩姐做得比較少 但有比德國及英國人 英國的公司相對 薪水沒有德國的那麼高 英國的公司是規律性的 因為歷史很久 就算是一個不懂會計的人 都可以把東西整齊齊 他們的公司是很有規律 很整齊的 但英國人普遍是孤寒的 但都有點虛偽 如果你是女性 她會做得很紳士 你這方面是不用的 但如果你是男性就很難說 因為他們對女性有風度就不代表對男性也是 所以你要想一想 但他們某程度上都是均震的 英國人是孤寒 但某程度上都均震 她可能要你做多一份東西 即是小公司 但公司未必的 但小公司的英國人 可能要你做多一份東西 額外做多 即是長期額外加多一個工作額 他們會加錢給你 即是不會像香港那些 不停加給你 人工又不會加的 他們某程度上 英國人是均震的 所以英國人最重要是尊重他們 他們都會有少少大英大局的主意 基本上你英文好了 要尊重他們 其他東西 合理的他們都可以的 都有紳士風度 所以英國公司通常都是老牌多 你要看看 因為人工相對沒有美國公司那麼高 但相對地的東西會好一點 因為他們會有一套很有規律的東西 而德國公司 德國人的東西很有趣 即是跟我們做的不同 但又給個提示 他要的東西未必是我們知道的 不應該說 未必是我們心目中想的東西 即是可能我們想要Present Report是這樣 平時我們習慣這樣 可能要你跟他的Present Report 但很有趣的 你只要抓到他們的性格 即是說 壓者抓到他們的邏輯 即是他們是這樣 只要以後跟著做 你就沒有甚麼煩惱 這就是Serve 德國人的巧妙 總之你要抓到他們的邏輯 或者跟著他們的方程式 只要你抓到方程式 你以後大概跟著做 他們就沒有問題 但德國公司相對英國公司 有人工比較高 但是最高的應該是美國公司 但是德國公司的福利也不錯 即是假期的各方面也相對不錯 另外一個加州公司就是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 你真是 其實他們是一些 即是你知道歐洲窮 意大利窮的那些 他們都是享樂主義 即是他們通常做事就是一般般的 如果你跟著這樣的老闆 你就真的脾氣 即是 即是跟著這樣的老闆 我也跟過一個意大利人 他們的享樂主義 你真是支持他們 即是我會告訴他們這些錢是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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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根本就是會看到大數 然後我買了一件貨賺了多少錢 很開心 然後他沒有看其他小東西 就說你這件貨衍生的可能是 運輸費 都是計算下去的 他是看不到的 即是你跟著這些老闆 還有他們是很享樂主義的 他們會拿到公司的福利 即是用盡公司可以給他所享樂的福利 就跟英國人是完全相反的 英國人就說 我是這個公司 我要做這些事情 那我就拿這個福利就是這樣 但他們就不是的 他們會把所有牛角尖去拿公司福利 所以你知道 因為歐洲你知道是享樂主義的 是先鮮味來前主義的 他們都有這樣的狀況的 所以如果你是跟著去賺錢的 即是不鼓勵入意大利人的公司 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選這三隻的話 即是如果這三隻歐洲公司的話 你最好選德國 第二 英國 第三 先選意大利 因為他分分鐘顧著玩 是不記得你的 如果大家喜歡就按LIKE和訂閱 OK 拜拜